大家好,我是在东京做游戏的娃娃娃 在开始本期节目之前,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 根据市价官方于2020年8月1日发出的公告 十元Vlog第一第二期节目的拍摄场地 也是最具代表意义的日本游戏中心 市价车越园二号馆 将于2020年8月30日闭馆 目前世界各地的阶级玩家在各大社交平台发起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我们除了把本期以及未来几期视频的拍摄场地 都放在二号馆作为支持和纪念之外呢 也希望在华人玩家中发起一场属于我们的纪念活动 计划的活动日期为8月30日当天 形式初步定为线上直播和线下聚会 如果参与人数足够的话 我们就有机会获得市价官方的支持 无论你现在是否身在日本 都欢迎您跟我们一起纪念 这里是活动的QQ群与LINEID二维码 请联系我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好 那我们现在前往二号馆开始今天的节目 三国之大战详解 我们来到了世家秋月园二号馆四楼的三国之大战区 就在我们上一期玩的渐量区的旁边啊 这边有六台三国之大战的机器 还有一台终端机 终端机的作用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讲 今天我们看到的三国之大战是第四代的作品 2005年到2015年运营的是第一到第三代 他们在世家的官方分类里算第一期 现在的机器是第二期 分类的方式是机器和卡片的兼容性 比如说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卡片 有一些可以在第三代的机器中用 可是前三代的卡片都不能在现在的这一代机器上用 好 至于这一代的卡片有什么特殊性呢 我们就作为今天的一个小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本期节目的内容当中 好 那我们就还是刷世家的登录用卡 挨美了进入游戏 三国之大战的操作台比上一期的渐量要大很多 在拍摄的时候 我们很难同时照顾到画面和操作台两边的曝光度 所以这一次我玩了两局 然后把两边的画面剪接在一起 可能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 操作和画面稍稍不同步的地方 还请大家量检 投完200日元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游戏 三国之大战有全国对战 战友对战 殿内对战和义勇之路 也就是剧情模式这几种游戏模式 那我们今天选择义勇之路 来体验刘备的故事 狄卢跳跃 这一章讲的是刘备在投靠镇南将军刘表期间 遭遇刘表手下将领蔡茂的暗算 而刘备凭借千古名马地卢的出色表现 逃出升天的故事 马座地卢飞快 公如霹雳闲惊惊 了去君王天下事 赢得生前身后名 这样的万丈豪情 我们能在三国之大战的征战当中体验到 这也是这个游戏的出色魅力之所在 和大多数其他的三国游戏类似 我们在进入剧情战斗之前都会看到一段 基于史实或者演绎故事的剧情 今天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就跳过剧情直接进入卡牌登陆模式 卡牌登陆这个环节非常的简单 就是把你手中的卡直接放在操作台上 不同的武将卡牌消耗的配置点数是不一样的 所有武将卡牌的配置点数相加 不能超过这一场战斗所要求的最大的配置点数 这一场战斗带了五个武将 其中的关羽消耗是三点 马超是二点五点 其他三个武将 诸葛亮 法阵和张皇后加起来只有四点五点 行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战斗配置环节了 战斗配置环节的第一个环节是降气的配置 降气是武将的一个被动技能 它可以在一些微小的方面影响到战局 我们这一次选择法阵的远攻术 诸葛亮的士气上升和关羽的长枪术三个技能 好 结束了降气配置 我们就可以正式在战场上配置我们的部队了 在三国之大战的战场中 玩家所在的一方是己方阵地 叫自成 然后操作台的另一端是敌方阵地 配置部队的时候只能在己方办场进行 就像我现在这样 把卡片放在己方办场的什么位置 上面的部队就会在什么位置 配置完部队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降气设定环节 所谓降气是一个每一局游戏只能发动一次的强大的主动技能 它是被绑定在法具按钮上的 配置完法具之后我们终于可以进入战斗了 前面的准备过程比较长 这是这个游戏的一个特点 操作部队的方式呢 就是移动在操作台上的卡片 控制部队的位置 当然你的卡片是先移动的 然后部队会等一段时间才能过去 所以在操作的时候预判和根据战场形式变化而做的灵机应变的调整 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场战斗我们的目标是消灭所有敌人 好那我们指挥部队全面压上 像马超张皇后这样的骑兵是可以通过助跑去突击的 助跑一般是两个身位左右就会产生突击波 突击波如果碰到除了枪兵之外的部队 就会产生一个突击的效果 可以瞬间消掉敌方大量的HP 关于这样的枪兵呢 它的部队前方会有一个枪间 枪间刺到敌人会产生枪击的效果 枪击的效果在部队没有移动改变方向的时候 不会连续触发 但是你可以通过扭动卡片 使得那部队的方向快速改变 这样枪击可以很快的二次触发 好那不知不觉中我们的第一阵就突破了 下面开始第二阵 这样的任务呢就跟塔防是很像的 三波部队会不断的扑向你 然后你就通过自己的指挥 抵挡住这些部队把他们击破 第二阵我们就不放操作台画面了 就给大家直接演示游戏画面 除了枪兵和骑兵之外 最大的兵种就是弓兵 而我们地图里的法证就是弓兵 弓兵的使用方法比较简单 就是在它不动的时候 就会不断地射出箭来 不过它也有一个可以增大伤害 和增大射程的方式 就是短促的移动 这样会触发一个系统叫走射 走射触发的时候 它会连续快速地射出几波箭 从而达到伤害和射程提升的效果 第二波部队的强度明显加强 张皇后这种武力不够高的部队 就很快撤退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的主力依旧健在 还可以击破他们 好 文聘被我们击破了 第二阵也达成 第三阵是这个任务的重中之重 在第三阵里 BOSS武将蔡茂也会登场 在第三阵里 我将为大家展现一下 武将的剂略系统 蔡茂出现了 有一个小的剧情 第三阵开始之后 我们选择武将诸葛亮 这时候右上角会出现一个剂略范围 是一个圆圈 这是我们发动诸葛亮的 英杰号令 八卦的军略 这个剂略比较有意思 它会根据范围内的武将的各数不同 产生不同的效果 三人以上时 就会产生武力和移动速度 都提升的效果 好 这是我们看我们前方的四个武将 他们的武力值都上升了五 可以看到在武力值加成之后的突击 效果是非常的好的 蔡茂这时候也要放出它的剂略 汉明系列的汉明之麻痹史 这个剂略放出之后 它的武力会提升 并且它的剑所射到的敌人 移动力会下降 这个对于克制骑兵是比较有效的 同时也可以克制枪兵连续枪击的能力 可以看到我们的关羽 已经没有办法连续进行枪击了 这时候我们稍微陷入了被动 张皇后又一次撤退 这种情况下 因为前线的部队都陷入了苦战的状态 那我们就还要发动一次集体的剂略 八卦军略第二次发动 通过它的移动力增加 去抵消敌方的移动力减小的效果 好那我们重新恢复移动力 可以继续对敌方进行突击和枪击 好那么应该很快就可以胜利了 除了八卦军略 这种集体提升能力值的剂略之外 还有一些可以强化武将个人能力的剂略 我们以后还会讲到 好这一次我们胜利了 然后画面就会显示一部武将的特写 这一次是张皇后被显示出来了 3D形象做的也还是比较好的 这里的武将特写的风格跟真三国无双系列非常相似 你可以看到光荣游戏对历史题材游戏的巨大的影响 胜利之后我们可以得到各种奖励 比如说法御 还有活动印章凑齐之后可以得到这个写作杜狱独作小野田本道的这个武将 对就是尤阿姆西佩塔鲁或者叫标速宅男里面那个主角 他也在世家的邀请之下过来客串了一把三国武将 这个时候游戏结束 如果我再选择进军的话就可以花300日元就可以得到两张卡 但是我选择直接结束 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拿到本场的奖励武将 我们看看是哪个武将 是刘善的爱妾李昭仪 画的还是非常的性感的 这是我们可以看看卡片的背面 卡片的背面除了各种信息之外 还有一行序列号你看到了吗 在最下面 这个卡片的序列号是唯一序列号 哪怕两张卡片的种类完全一样 它的序列号也都是不同的 并且这些序列号会跟你的账户进行绑定 这个时候你想跟别人换卡或者从外面买卡 都是不能用的 你必须用自己从机器里打印出来的卡片才行 可是玩家间交换卡片 也是集换式卡牌游戏的乐趣之所在嘛 所以世家还准备了一台终端机 处理玩家这样的需求 通过这台机器 玩家可以在一个官方平台上面交换卡片 你如果跟别人交换了卡片的话 卡片就会从这台机器里打印出来 当然还是要花100块钱的印卡费 除了交换卡片之外 这台机器还有一些直接买卡的功能 你可以用你在游戏中积攒的原点数购买卡片 比如这几张 夏侯月机 树屋 刘峰 这都是游戏中很有用的卡 三国之大战的卡牌阵容真的非常的大 让我这个曾经的三国沙设计师也叹为观止 好 那我们选择鼠屋 下一次我玩游戏的时候就会运刷出来 除了这样的直接买卡 终端机中被称作登用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我们一会儿看一下 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些卡牌 原画做的真的是非常精良的 就和光荣的游戏一样 世家的三国之大战也是国内在设计三国游戏的时候经常会参考到的一个游戏机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终端机的另一个获取卡片的系统探索 探索是从你选取的四个武将里随机抽取一个给你的这样的系统 他所花的原点数要少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会很有趣的 卫国的关羽啊 鬼神关羽 三国沙里也出过卫国的关羽 好 那我们先选择一个曹丕吧 再看看蜀国有什么可选的 刘备我一直想要 因为我没有SSR的刘备 再选一个好了 赵云 好 然后我们再看看吴国有什么武将 因为我玩的是蜀国和卫国 所以这边没有什么我中意的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高桥洋一画的 长得像足球小将一样的孙坚给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群雄的武将吧 其中的貂蝉画的是非常的性感的 董卓有两版 都是各种大魔王的样子 还有武力十之利一的吕布 好 那我们再回到蜀国那边选一个马基吧 马基是马超的女儿 好 我们看看四个武将就会抽中哪一个 因为都是金卡 所以会出现一个马布戏的效果 哦 是马基 从终端机里得到的武将 都是下一次游戏的时候才会被打印出来 所以今天不能给大家看实体卡了 不过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给大家看一下终端机里其他的卡 三国之大战其实有很多特殊的卡 这个游戏曾经在中国国内上市过 当时就和央视版的三国演义动画出过一版合作的卡 我还有一张其中的曹操 今天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看一下日本版的传说武将吧 这个是和日本的三国题材经典漫画 恒山光辉三国志合作推出的卡片 卡牌当然也都是恒山光辉三国志里的经典形象了 他们的稀有度都是游戏里最高的Legend LE级 有新的同学可能已经发现了 LE卡的价格是我刚才购买的SSR卡的八倍 除此之外还有人偶巨大师川本喜巴郎的人偶巨三国志的合作卡片 其实人偶也是栩栩如生 除了通过原购买的卡片之外 游戏中还有一些其他的资源 比如说龙玉 用它们也可以换到卡片 在读取出来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下终端机的操作 终端机的操作就是 跟游戏很像 上下左右键还有红色和蓝色两个确认取消键 就是这样 我用龙玉换了一张叫周姬的卡片 有新人可能可以看到 它的形象完全就不是三国里的 而是一个穿着洋装的大小姐的样子 周姬是周瑜的女儿 这样的形象可能也说得通吧 再给大家看一下其他的龙玉卡牌 都是这种反常规的三国形象 你看有卖鱼的灵桶 金发柔弱正态的马修 穿着西服像黑社会一样的张包和观星 好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就进入尾声了 希望参加世家秋月园二号馆纪念活动的同学 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下一期节目中 我还会前往世家秋月园二号馆 向大家介绍世家的音游系列 第二波疫情来袭 请注意身体健康 让我们下次再见